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军方日前传出要在本月18日左右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执行斩首行动,南韩媒体线盛传金正恩为了反斩首,因此安排下降,正在视察中韩边境地区,但有消息指出金正恩在当地有行攻,能够潜逃进入中国。 日媒先前指出,美国军方预计要在金正恩赴清金正日12月17日近日的隔天执行斩首行动,综合韩媒报道显示,在美方军事方针遭媒体泄露后,金正恩近来离开北韩首都平壤,前往北韩两江道,Yange干与辞江道,这更对两地的民生工厂进行视察,但韩媒认为金最翁之意不再久。 朝鲜日报引用北韩消息人士的发言,指出金正恩在中韩边境拥有行攻,且地底下还有两个巨大的隧道,方便他能够潜逃进入中国。 东亚日报更提到,金正恩正在移动至中韩边境的安全区域,这个地方极有可能位于南韩,美军难以攻击的辞江道。